为了关怀秀林乡中低收的家庭,新北市健康关怀协会在秀林乡名代表连一龙的陪同之下,是前往到秀林乡境内的弱势家庭来制证生活物资,那么希望满满的关怀,让偏乡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。 新北市健康关怀协会一行人一连两天,则是前往秀林乡境内的弱势家庭来发放生活物资,在秀林乡名代表连一龙和他的超级助理员吴坤中陪同之下,前往秀林乡的和平村发放物资,新北市健康关怀协会执行长许向南表示,下面代表连一龙是相当的热心,需要社会资源来协助乡内的弱势家庭,在里建设的同意之下,不得生活物资,让大家感受到社会的温暖。 在一个月前,他又打电话又来求支援了,因为他对这个,他几乎我看他的脸书都一直发放物资,发放物资,那我知道说他一定他的物资一定会有缺,那刚好他那一天我又接到他电话说,这一次也是蛮缺的,所以我们新北市健康关怀协会,我就会带着大家说,那我就答应他,因为我经过我们的理事长跟理事长讨论过, 他说,那个连代表这么的热心,我们一定要支持他,来帮忙他,所以我就答应他说,我们就再选在这两天,这十六十七,我就答应了连代表说,好,那我们就再一次的,再发放这大概有四十户的物资,来带给大家,因为有爱心大家一起做嘛, 然后,我们的连代表啊,既然都这么热心了,我怎么,再怎样也是要来帮忙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一个任务 是,这一次是从南边,那南边是从水盐开始,发放建政物资,那为我们也非常谢谢那边的村长,陪同我们,陪同我们发放,那接下来后来,就到了别的部落,那一直到北边的我们的和平村,那来到这边,大概有十几户,总共发放了四十户,那我也相信西北市关怀协会,对我们非常的支持,从去年到现在,那我知道就我所知是, 数年,他不是只有做这两三年,也做了好几年,那我非常感谢他们的理事长,以及他们所有的同仁给我们的支持跟鼓励,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做好事,协助真正的弱势族人,让他们生活上可以度过这个,所谓的比较辛苦,所以说,我们在这边,在此,谢谢我们的执行长 修认下面代表了英诺表示,乡内的中低收入和病户是相当的多,他都会不定期的来关心,不管是透过社会爱心人士的协助,或是大家的帮忙,只要聪明相当反应,他会立即来处理,也感谢新北市健康关怀协会长期的帮忙,主任们也相当感谢他们的爱心 记得,终于学习将会导